最重要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发现 蛮多学生有时候在学校有意外或生病的话 他都会送到我们的小党医院当在隔壁 校园守护卫生教育健康先导 同样的我们医院里面我们提供的艺朗 让学校师生的意识展览在医院里面展览 可以去补卫我们的病人 我们两个可以把这样一个健康校园的理念 到教育宝宝电台去告诉我们的民众 跟告诉大家 我们学校跟医院可以做很好的节目 这个以外更重要的在我们的医院里面 我们的网站特别针对这个设议的专期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平台 跟各个学校相关的一个人在一起 相关的出信都可以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方